6月23号 黄之烈烈火炭粉丝见面会在深圳体育馆火爆举行 大批粉丝从全国各地赶至深圳 当天更有来自韩国 日本 东南亚等地的粉丝纷纷来到现场 联合中国粉丝一起应援 足以见证男神黄之烈的高尚人气 见面会现场除了送给粉丝的贴心小礼物之外 为到场的每一位粉丝发放环保纸带 提倡粉丝爱护环境从一件小事开始 黄之烈此次一人分尸多绝 不仅唱跳起音眼球 并且大胆主动尝试用中文为见面会做起了贯穿全场的主持 挑战难度不断升级 此举获得了现场众多粉丝的称赞 不标准的发音 有点奇怪的语调 搭配着风趣幽默的黄氏主持风格 不但没有遭到粉丝的嫌弃 反而更加受大家的喜爱 作为有礼貌的韩国艺人 黄之烈深深鞠躬90度诚意 感谢粉丝的一路追随 一直喜欢并不完美的自己 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那份感谢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粉丝大呼黄之烈烈火永不脱饭 技能点满的黄之烈见面会上 首次拿出了新鲜技能 次谈自上三首歌曲 与粉丝一同回忆起经济结局 刚到首尔打拼时的点点滴滴 当弹奏中途即兴弹唱一首歌曲的时候 全场观众都为之感动 烈火永远支持你的口号此起彼伏 也让黄之烈深深感受到了 粉丝们的热情与支持 最后黄之烈在对粉丝的告白中 结束了此次深圳见面会 并表示希望以后自己可以 经常来深圳开自己的演唱会 在最后的采访当中 当记者问到黄之烈对经常来的深圳 有什么印象的时候 黄之烈依旧不忘啥包 用幽默的中文告诉记者 他觉得深圳非常的洋气 而且喜欢吃汉堡包 因为汉堡包象征着他的热情 还有氧气 非常有利益 对 对 对 天气好 天气好 天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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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的很喜欢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韩巴包 很喜欢的韩巴包 很喜欢的韩巴包 关注订阅 对 比赛 将这尔子 很喜欢的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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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仑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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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